今天是說你們在一起四年是不是 所以現在還是在一起 日前接受電話訪問 李婉玉堅定表示 自己和劉建國還是交往關係 所以應該還是現在進行事就對了 我就說了嘛 永遠 從上個月28號 李婉玉在臉書放上親密床照 隨後又PO了多篇文章表達心情 甚至打電話給媒體 自爆兩人交往四年 隔了兩天更透露會和劉建國結婚 31號也上節目 暢談兩人感情世界 而最新一期的周刊王 更是爆出和劉建國的三段錄音 李婉玉動作頻頻 就是要男主角劉建國 出面說清楚 講明白 我有想啊 我會跟他結婚 您說你要跟他結婚這樣 我會 我會 那我以為你怎麼說 反正我希望大家就是用祝福的態度 電話中逼婚 要劉建國大方認愛 李婉玉敢愛敢恨的個性 從這裡就看得出來 但根據周刊爆料 其實兩人三年前的關係 早已降到冰點 2013年底 李婉玉被拍到和前立委張碩文出遊 讓劉建國提出分手不聯繫 但李婉玉仍不死心 不但收集劉建國形成丁少 最後更企圖到對方住處砸破玻璃進屋 我就說了嘛 永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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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靚麗未表 高挑身材 李婉玉也和不少名人傳過緋聞 如今他最嚮往結婚身子 有安定的家 但他和劉建國這段情 也讓昔日美女議員 又成了美光燈焦點 拒絕台北綜合報導 請給我一次照顧 照顧 每天照顧 在我家裡 請給我一次照顧 照顧 十三小孩 照顧 我再照顧 照顧 照顧